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图根哈特 14号就应求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 对于社交媒体抖音的国际版TikTok的安全性 展开调查 考虑在政府公务部门要全面禁止使用 而当地媒体预料 首相苏纳克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会同意这一建议 图根哈特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访问时认为 英国政府需要参考部分国家的做法 欧盟成员国和美国部分地区早前已经出台禁令 所以图根哈特认为从外交安全角度考虑 禁止英国政府公务人员的手机安装抖音国际版TikTok 是有必要的 英国媒体分析认为和图根哈特同属保守党的首相苏纳克 或许会同意这一提议 在去年英国国会因为担心议员们的个人数据被收集的风险 关闭了早前开设的抖音国际版TikTok账号 TikTok已经就事件做出反驳 认为上述指称完全是误导舆论根本性的概念混淆 TikTok并不会向中国提供英国用户的数据 有数据显示 TikTok在人口超过6700万的英国 月活跃用户目前超过2300万 四分之一的用户年龄在15到25岁之间 用户总数位列全球第12位 事实上除了受到当地政界的压力外 TikTok目前在英国的商业运营情况也面临挑战 在2021年TikTok在英国的营业额升至2.79亿美元 但其销售开支要更高 包括金融时报在内的英国当地媒体分析认为 多数英国消费者对TikTok的认知 仍然局限在娱乐社交平台 并不适应穿插在视频中间的直播购物 此外 英国当地物流配送服务的时间相对较长 成本也更高 这都为TikTok在当地的商业发展带来阻碍 凤号卫视 曹杰 吴若铭 王雪莹 准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